一个面包,一杯水,开始了今天海岛的闲逛之旅 旅游观光这个东西应该说我们比较擅长 东奔西走,忙忙碌碌,不知劳累 Enjoy life这种东西呢,确实还得学习 特别羡慕有些老外端着一杯咖啡,拿着一本书 待在一个地方,半天不动一下 完全在那享受这个时光流逝的这种幸福 记得葛优演的一个老电影叫《非诚勿扰》 里边孙红雷说他女儿的一句话 我这一辈子为了这个钱东奔西跑 等我女儿这一代啊,我就让他虚度光阴 哎呦,那句话听起来简直太爽了 今天我们就虚度光阴一下 我冷得像水线 同天才看到我的笑脸 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 却永远不能够,不能够实现 要为你改变,盛开在夏天 别忘了我就是水线 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 盛开在冬天的水线 你是否得到我的脚印 如果你能给我一双木鞋 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 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 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 我就不会为你苦苦双眼 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你说我冷得像水线 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 你说我 我在等一个语言 却永远不能够,不能够实现 要为你改变 盛开在夏天 别忘了我就是水线 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 我赶快走 没关系 对 我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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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快走 我们下 зап浪 我赶快走 我赶快走